作词 作曲 刘雨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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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他的手我们就是戏曲有手衍生法部 第一个是手 比如我们指 因为学习戏曲 必须要从小练功 大了以后就四肢啊 就很硬 就很痛 我叫徐超 是一名川剧演员 从事川剧呢 有23年了 川剧历史大概有300多年 他是在明末清初的时候 由于四川这块地方 当时战乱 很贫瘠 没有人了 然后政府呢 就制定了很多优惠政策 让大家到我们四川来移民 移民到四川来 就来自全国南北的 东南西北的那些人 都到四川来 当地人 就会把当地他们自己喜爱的剧种 比如说昆掐 比如说一样掐 金具的还有行枪的 都带到了四川 四川画演唱 就慢慢慢慢融合在一起 就融合成了形成了一个 四川 operas 是一位超过300 regional variations 的中国 operas 因为摄像是比较 比较美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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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员 演员 会变成了 手眼 眼睛很重要 男生的就是会 指手 然后眼睛就看着手 躲着呀 像女生可能他们会 他们说的 女生看男生 他是偷看 他的眼睛就会 羞涩一点 男的看女生就 哎 就会发光 我们用完眼睛 我们我们穿去练眼睛 就会晚上的时候 没有灯光 点一株香 就在香的一个红点 亮的吧 就在眼睛这种抓 抓 头不动 就看着那个香的抓 然后左右左右 左右左右 左右这么 Here are some of the subtle ways that Sichuan opera sets itself apart 徐游将相自为 当时应该是在 解放初的时候 重庆算是一个 西兰川剧的重振 我们川剧 就是说我们重庆话 四川话 川剧我们教的那种发声 是来自于 去采与很多动物 他们发声 比如说我们学 鸡 小鸡 我们就会 鸡腕 没有还有 一般的全国剧种 他们都有那个水 白色的那个东西 我们就在里面 穿一件所谓的 我们叫香焊衣 通过那个是白色的 代替那个水秀 根据你的角色定位 化妆也不一样 服饰也不一样 比如说穿红色就很喜庆 一般就是状元 富马 白色就是很帅气 就是小伙子很年轻 穿黄色就是比较贵气 比如说皇帝才穿黄色 棕色色或者是 就是年纪比较大的人 穿棕色比较多一点 男生普遍穿高鞋 为什么呢 穿高鞋以后人就挺拔 更高大一点 高一点观众可以一眼就看到 他在表演什么 就更看得清楚一点 我们演出差不多是 如果是会提前两个小时 开始到演出场地 进行化妆准备 由于花脸演唱油彩很重 五颜六色油彩 它包括 它就是体现人物性格 有彩的颜色来区别它 虽然是12岁开始学艺 但是练起来还是挺痛挺累的 年龄阶段吧 现在目前我们最年轻的 有十多岁的 我们当时呢 是有38个同学 现在留下来还在演川剧的 大概有差不多一半的人 因为有一半的人就在 逐渐逐渐地就觉得自己不适合呀 或者还有更多的选择机会 他们就慢慢就离开了 但是它不是一直这样的 也是这样的 当时的 Mao era 政府在中国制作为 建立了中国的研究 主要是主要的 主要专闭上 抑制度 战争和困难 后来中国改变了 它的经济 Opera houses were forced to appeal to a new middle class in order to be profitable. And while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reinvesting in the art form, not every actor can make it work. Salaries are often at or below minimum wage. We have a whole list of videos for you to watch. Check out the links below.